宁谨大捷 全赖畅臣调度 以奏其功 厂臣筹编胜算 功以为卧 决胜千里 你看咱家干什么 赶紧写呀 九千岁 这全赖二字 似乎有些不妥呀 有何不妥呀 九千岁 您身在京市 宁远城都没有去过呀 咱家看你是嫌自己 活得太长了吧 九千岁恕罪 下官干干掉人 中世生疏冒犯了九千岁 九千岁恕罪 恕罪 成了成了 咱家宽宏大量 不与儿等计较 起来接着写吧 多谢九千岁 多谢九千岁 长臣筹编起九州 得备四方 勋高百战 将军 满上满上 来 满将军 来来来 满上 原大人 本官不胜酒力 先行告辞 也好 来 喝口网 你 送满贵将军回去吧 他们不喝啊 满将军 咱们俩进去喝 满将军 我还没喝完呢 来来 给你满上 我 不 不 慢走 我还没喝 我没喝完 你慢点 慢走 满将军 你怎么走了 怎么都喝没了呀 这 你也少喝点 来 相公 夫人 相公 这是我煮的醒酒汤 一会儿让九位大人喝了吧 有劳夫人了 将军 胡三见过袁将军 这是胡三 胡辖士 对对对 胡三见过各位将军 来 快请坐 胡三兄弟 恩师的情况怎么样 孙哥老已经从诏狱中出来了 皇上开恩 让他去守皇陵了 相公 这下你可放心了 孙哥老吉人天相 平安无事了 事实如此 柯恩师还是被罢了官 这朝廷里 如果没有孙哥老所贞 那不知还有多少跳梁小丑 出来自逝呢 胡四大侠 我那个灵溪妹妹 你可看到了 好好 回夫人 看见了 灵溪姑娘陪孙哥老去了皇陵 陪她去守陵了 她一个姑娘家 却要去那种地方 还真是委屈了她 夫人 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嘛 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宁谨大捷 宁谨大捷 夫人 你说的可是前两天 在关外打的那场大仗吗 你也听说了 嗯 今时都传遍了 镇守宁远的元崇坏 元大将军 三头六臂 神通广大 以少胜多 简直呀 就是天神下凡 天神下凡 天神下凡 你也敬重这位元将军吧 是灵儿此生最敬重之人 燕儿 老爷 在跟夫人聊什么呢 聊这么开心 夫人在跟我说宁谨大捷的事呢 去前面通知一下 准备用饭了 是 夫人 回来的路上 给你看了一对耳猪 看喜不喜欢 梁大哥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东西 应该的 谢谢 走 走吧夫人 用饭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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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啊 一共是给五千九百五十七个人立功领赏 辽东报上来的还有兵部草拟的名单 咋家全给他改了 哎哟 这是如何改的呀 你说说 哎 头五十名要不是咱们家的 以后谁还跟着咱们干呢 哎呀 想必这头工定是你九千岁的吧 哈哈哈哈 哎哟 那是自然哪 头工是咱家的 这次工呢 是咱家提拔的那个 刘应坤 技用 再次嘛 那就是咱们家的那些虎啊 镖啊 狗啊 孙啊 还是那些人 哎 那袁崇幻 列位第几呀 哈 八十五 哈哈哈 夫人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数吗 你那点鬼心眼啊 还能瞒得了我 俗话说得好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请自己去 你把袁冲焕排到八十五 他但凡留点心思 那就能看出你那点歹意来 夫人是越发的聪明喽 有没有仔细看看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呀 那个小学子 小的叩见老祖奶奶千岁爷 行了行了 这个论宫行赏的名单里头 夫人的亲戚故交 有没有落下的 小人以和兵部 反复合对 绝无一漏 这就好 只是千岁爷的两个重孙 不知该如何安排 哪两个重孙啊 一个魏彭义不足两岁 一个魏梁冻不足三岁 不是 咱家还有这么俩孙子 好了 老祖奶奶我呀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俩孩子呢 老大封为安平伯 老二就封东安侯吧 是 是 行了行了就去办去吧 师伯 学生梁亭栋见过老师 来了 来了 师伯 灵儿给您做了最爱吃的红烧肉 还有您最爱喝的老酒 灵儿有心了 好 先放下吧 你们俩先坐 听懂啊 近日朝中可有何事发生啊 灰老师 皇上已有三日未上朝了 皇上虽贪玩 但并不懒惰 见其以来 很少发生荒代不朝的事情 皇上龙体似乎有些许不适 就算上朝 也是萎靡不振 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必是那个魏燕 和凤盛夫人搞的鬼 不择手段 才让当今的皇上沦落至此 师伯 袁大哥打了大胜仗了 这个袁冲昏 果然没让我失望 宁锦大捷更让老夫相信 当初的设想是对的 关宁锦房仙的构筑 必将成为 建州逆致难以逾越的屏障 美中不足是奸臣当道 有小人从中作梗 是袁兄为他人做了假意 没得到朝廷的丝毫包奖 那定是魏燕故意 他故意赏罚不均 设计宁锦战士 纷争内讧 霍乱超高 既是如此 梁大哥 尽快给黄沙上一道折子 盗谜原委 替袁大哥求情才是 来 看来他魏忠贤 在我袁冲焕身上 花得心思不小啊 将军何必在意 魏忠贤 是看将军军功太盛 全是剑长 这魏忠贤 如此打压将军 他此举 就是想让我宁远各部 内讧纷争 进而孤立将军 将军 若已尽官职 他又能乃我何 官场沉浮 荣辱功过 其实重换早已看淡了 只不过 因为我的原因 而兄弟们 不能论功行赏 重换于心不安哪 将军 本职有个主意 可愿意听 本职的主意 便是或进或退 将军自选 这进 是索性将此事闹到京师 打出旗号 清军策 诸位言 率军逼宫 斩杀位言 之后 再向皇上请罪 如此能成功的话 将军便是一代功臣 你想过没有如果败了呢 一旦败了 那誓死追随我的兄弟们 便是万劫不复 我如何能对得起他们 那将军便只能退了 主动辞贯 远离朝廷是非之地 如此一来 那魏忠贤除了心头之刺 想必就会重新发放 宁颈将士应得的军饷和赏赐 以将军个人的前途 换 众位兄弟的公道 本职知道 将军 并非留恋这权威 而是舍不得这宁颈 舍不得 这十七万兄弟 一道宁颈防线 花去了重划和恩师多少心血 又倒出了多少 是非荣辱 公道人心 住手 都给老头住手 打什么打 都是自家兄弟 往往退 退 行了 退 是袁将军的兵 都给我回营吧 别跟他们似的娘们儿唧唧 炸炸乎乎的 就是 都听好了 别给袁将军丢人 都给我乖乖地回营去 谢将军 怎么了 满将军 你叫我 你是不是认为 是我满贵抢了袁将军的军功啊 宁锦大劫是我大哥的功劳 满将军有什么军功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军功是朝廷定下来的 我满贵也没办法 朝廷定的 满将军每天笑呵呵的 手术两端说的就是你 哼 你的功劳是为烟定下来的 烟口一个叫做提拔你重用你 你心里清楚 谢上帐 我满贵受了封赏 你要不服气咱俩就干一仗 少在这跟我阴阳怪气的出言不逊 干一仗 我怕你啊 谢老弟 需要帮忙说句话 我义不容辞 嘻 祖大寿 好啊 想凑热闹的话一起来吧 我们 你 您先生所言 重换只能选择功成身退 一拳公道人心了 日后将军定不会后悔今日之抉择 禀将军 谢将军和满将军在交差打起来了 什么 这个谢上帐 走 去看看 什么回事 你放手 别做 别弄着我 二位将军吸毒 你让开 谢上帐 你给我来战的是吧 我砍了你 你 住手 把刀放下 放下 刀是让你们砍敌人的 不是对自己兄弟的 谢上帐 你胡闹 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大哥吗 大哥 没有你哪里的宁谨大姐 没有众兄弟的努力 哪有约冲坏 我得是想把刀放下 我得用你 你爹 我得用你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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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坐镇撩动的是你 他满贵凭什么抢大功 就是因为他成了为爷的一条狗 那我就要杀烟狗 我杀了他 满将军 请坐 先生 你是不知道刚才的情形啊 那谢商政和祖大寿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满贵是迫不得已才动刀的 我知道朝廷这次的恩赏 确实是不妥 可由我满贵何干哪 他二人为何救助不放 出出为难于我 他们都为袁将军打抱不平 那我满贵心里的委屈该向谁说去 妈舒服了吧 闹够了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有理啊 那满贵将军凭什么时候而整的弃压啊 不问因有 不问是非 就凭着一个傻杆子劲 肆意胡来 为了狗屁功名 就能闹到如此地步 你说你呀 都带兵这么多年了 怎么一点掌机都没有 将军 也有我祖大寿的事 要骂也得骂我 别光骂我谢老弟 袁将军说了 宁井之战 若无满将军貌似出城营地 将黄太极引进炮火射城之内 何来此生啊 所以啊 这投工 满将军当之无愧 你我皆是带兵之人 不知道军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上下同心 同仇敌开 最忌讳 便是争名夺利 兄弟离心 你们想过没有 要是有人故意在此挑拨是非 今天一刀杀的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咱们还有脸带兵 为国效力吗 你们如此胡闹 又怎能 让我袁崇焕放心的下 如何安心从容 离官去止 谢家还乡呢 这 将军是要 大哥你这是 谢家还乡 袁将军 真是这样说的 是啊 蓝将军 这其中的缘由 想必你也清楚 内朝未焉 以此为梗 调拨你我兄弟的关系 并且 扰乱宁井的纷争 好从中获疑 将军 我祖大寿认得便是你这个人 你若走了 我祖大寿也不干了 大哥 大不了我们逼宫啊 大金金石杀了燕贼 给兄弟们讨个公道 对 将军 你一句话 我们便杀了那个燕贼 不许胡说 二等是没我大明的将军 说起话来如此莽撞 你别忘了我们的身份 率军逼宫 大逆不道 那宁远的百姓如何 离开了关宁铁骑 我大明 拿什么去对抗建州逆斥 我不管 大哥你要卸下还乡 我跟你一起 将军 若是因为我满贵的原因 袁将军才辞官不作 那我满贵就引颈自闻 一切袁将军 满将军 满将军 你千万不能如此激动 袁将军就是怕你如此 才叮嘱我千万要劝解将军 切勿自责呀 来 刀给我 给我 满贵也满贵 我 评疗打击 冲还 就拜托各位将军了 将军 既然您去意与决 我赵帅教 祖将军和满贵将军 定不会让你失望 满将军 如今的局势 想必你也是看得很清楚 袁将军 已是寸步难行 只因公告 触犯了魏燕的利益 才遭此排挤 袁将军心里惦记的 就是边关国事 一招生命 也只有此举 才能边城永固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袁将军神明大义 可我满贵军 惭愧呀 我满贵对不住袁将军呢 满将军 能有如此领悟 袁将军此去 也就放心了 先生 夫人 还在想元凶的事吗 夫人放心 我一定会尚书 为元凶求情的 我不怕魏中贤 只是给我点时间 让我想想 怎样才能不连累 夫人和恩施 都是我不好 不该一起用事 替元大哥求情 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危险了 夫人 我与元凶师出同门 为他 伸张正义 义不容辞 走吧 每次见到恩施 我都是小心翼翼的 不敢多说一句 不敢多行一步 心中总是害怕 梁公子 你在怕什么 我怕我真如世人 眼中那般 是个卖世求荣 欺识灭祖的卑鄙小人 公子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 金人是对我说 满朝奸命 你要藏住 必要是 可以跟魏严 须仪为仪 先求自保 再做打算 那公子是如何想他 我心中知道 恩施最想让我做的 是救袁重欢 为了袁重欢 他性命都可以不顾 袁重欢才是他 最看重的门生 那公子 是否真心想救袁将军 小女子不才 愿为公子分忧 眼下 公子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 梁公子 可帮助袁将军 凭借公子的才智 或许还能和魏忠贤 斗上一番 不成功 变成人 至少 能令恩施宽慰 继续 第二条路呢 便正如 孙格老所说 对魏烟 须与尾仪 藏风自保 可奴家怕 奴家怕 公子入戏太深 到时候假戏真做 真的成了魏烟的人 便再难回头了 让我们来看 梁大人 温大人 我温天真是好生羡慕梁大人哪 竟能博得这西春楼花魁的芳心 温大人 教主梁某就是为了跟我谈相论遇吗 梁某累了 若没别的事 告辞 梁大人 听说这些日子 梁大人你这位孙哥佬的高祖 和魏公公交往甚密啊 梁大人 身在尸途 不得不眼观六路 二听八方啊 光潜 我这也是为你梁大人着想啊 梁大人 不要不是好人心啊 温大人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爽快 梁大人 如今这朝中局势变更 风云莫测 你既为魏公公效力 为何不顺随其心 做点事情啊 何事啊 梁大人 魏公公在朝中最忌惮的人是谁啊 你说袁冲换 既然梁大人知道 那梁大人为何迟迟不下手啊 这实在是令温梦我 想不明白啊 温大人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梁大人 这魏公公不喜欢的人啊 你就尽管上折子弹劾他 这才是魏九千岁效力的不二法门啊 是魏忠贤让你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位客官 您的汤请慢用 这汤趁热喝 这碗汤的材料中 就有梁大人亲眼见过的那块 杨绵的猴 你在朝堂之上也要小心 切勿让魏忠仙抓住把柄 如今能匡正石碧之刃 只有你了 朝廷之上 不能无有清流啊 崔大人 一定要保安室周全 梁大人放心 九千岁答应的事 绝不会食言 抢低个折子都难于登天 更何况是面见皇上 如果是袁大哥在就好了 太好了 这个袁处我没有让我失望 武家怕公子入戏太深 到时候假戏真做真的成为魏淹的人 九千岁 单凭屈膝求和 私同金贼这一相 就能致袁冲换于死地 让他跟熊廷壁一样 除以崭刑 传手九鞭 给金贼吊丧贺喜 温体人和玉石李英健都有弹劾他的书本 说他用计太齐 嗯 什么计 啥 就是说 他的计策太过阴险 嗯 嗯 还有什么明目 哦 这份奏书 说锦州被围 袁崇焕不敢带兵去救 弹劾他 暮劲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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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妙啊 你们这些个读书人哪 定的这些个罪名 咱家咱家都没听说过 哎 哎 哎 这些折子直接呈给皇上啊 啊 是 等等 呃 暮 暮劲南谷这折子是谁上的 哦 梁亭杜 梁亭杜 帝王 臣犯文城叩见天涵 先生请洗 怎么 先生可有什么喜事 正是 明廷来的喜讯 喜讯 说着袁崇焕遭到了明廷重臣的排挤 于是他因病请辞回乡 没想到奏折刚到北京 急获批准 还给他安了一个用计太奇 木气南谷的罪名 的确是喜讯 天大的喜讯 所以说这魏忠贤 真是咱们大金的福星 用计太奇 木气南谷 本涵当真是要感谢一下 这位九仙岁 倒是也想为他在沈阳 盖作生辞呢 这两军交战 只嫌不起 何谈太奇 这袁崇焕 年富力强 精力充沛 据说跟我军奋战了二十多天 数日未眠 何来的木气呀 明廷这帮读书人 真是让本涵大开眼界 袁崇焕打了胜仗 要治他的罪 要是像当年对岳飞那样 安格莫须有的罪名 倒也是这种痛快 怎么会想出个 用计太奇 木气南谷的罪名来 真是难为了这帮读书人 怎么想得出来呀 是啊 先寒和大寒 两位英主 海纳百川 求贤若渴 可是反官明廷呢 昏君当朝 奸臣当道 这闻伍百官 阴奉扬为 互相倾养 我想 这是天要灭他明廷 兴莫大金哪 明廷击重难返 气数已尽 即便作用官宁井方向 也难以挽救威王 孙承宗 原从患之流 不足为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们 重换 准备回东国老家了 不能陪众位兄弟在这关外了 不能陪众位兄弟在这关外了 我曾经答应过你们 要让你们活着 礼仪 封厚 但是连 三两半的抚恤 也没有替你们争取到 重换真的对不起大家 我心中有亏啊 我还有何眼眠去见诸位兄弟们 为什么要跟着我原成患 抛架省业 千里迢迢来找苦寒之地 落得一个细离子散 终魂乌龟的下场 兄弟们知道吗 重换也想 会想在七千古军 坚守宁远之时 索性成破 我原成患随弟兄们去了 多好 一了百了 可每每夜里 弟兄们向我诉苦沉冤的爱好 来往梦中之时 我怕 怕黄泉路上无言于兄弟们相见 没有资格去见你们 大夜未尽 重换只能辜负兄弟们 做一个逃兵 重换对不住你们 重换这碗球 敬各位兄弟 先生 将军 撒脱而为游历九州的大好时机 怎能撇下我成本值独自而去 我只是不想让这宁远的百姓前来享送 徒增伤感而已 将军 又为何孤身一人啊 我让圣政和罗利带着母亲 还有捉惊 先行一步回老家了 先生前来何意啊 没了将军 还要军师有何用啊 虎有薄牙衰秦为子妻 本职不才 也想效仿古人 附庸风雅 追随将军而去 将军 可不要舍弃本职啊 既然先生想追随重换 若不嫌弃的话 跟重换一起 回我的老家 东莞 游历一番 你看如何 如此甚好 去 去 去 你 皇上要是有个好歹 你们都得跟着陪萨 就现在饶命 就现在饶命啊 我的 已经尽力了 皇上 皇上 恐 恐怕 千岁爷爷 没什么 那 晚中 了 的 是 是啊 魏 封锁消息 一点风声不能走漏 从现在起 不许任何人面见皇上 是 怎么了 这帅夫人 他不行了 快坐这 坐这 坐下 别哭了 你说这一天 怎么就 怎么来了呢 你先别哭 咱得赶紧想个法子 咱要是不把一切都打点好喽 他要是归了天 那死的可就是咱们 还有什么好打点的呢 咱家在宫外弄的那些孕妇 现在不是正好用什么 听说有两个已经要生了 这肚子里的孩子正当用啊 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说 还有两个多月才生的吗 叫太医去摧产哪 那赶紧去啊 那赶紧去啊 你别急 别急 这事得派锦衣卫去 一会儿献淳孙就来了 让他去办 你先歇会儿啊 静静 来了来了 参见九千岁爷爷 你马上带着太医去给那几个孕妇摧产 记住了 只要皇上一驾崩 赶紧把那孩子都抱过来